。 。 大家好,歡迎就來東彰西望 今天有兩宗確診個案,都是輸入個案 本地確診個案連續第三天也有零 大家做得頭好,繼續努力 加油 虽然之前也有本地零感染 但隔了几天又有確診的個案 所以零感染也是斷斷續續 希望今次可以保持一段長時間 疫情當然是熱化 以下這個話題也有很多人討論 捉蚂蚁… 現在全香港都在捉蚂蚁 我也不收拾捉蚂一份 你們以為我在捉地上的蚂蚁嗎? 錯了,我在捉這隻 這隻蚂蚁厲害了 昨天首日招股 就已經錄得接近1900億孖展營購 以香港公開發售部份 集資33.4億來計 超額營購54倍 有銀行就食主個世 推出低息新股營購優惠 看來這隻蚂蚁一出現 已經牽起香港沉積多時的 招新股熱潮 想購買嗎?有打算營購嗎? 很難營購到 到時候看看多人申請很難營購 我已經招了 招了嗎?有多少? 有沒有說營購了多少手? 他…他營購了我四萬 為何你這麼有信心? 薄薄的,我也不知道 自己有沒有營購? 有… 密…是嗎?一定是嗎? 密… 密… 一定要…為何這麼有信心? 當然要抽 因為阿里巴巴效應 好,有沒有說抽了多少手? 秘密 你又不說什麼? 有人說看好這隻新股的發展前歷 但你又知道這個螞蟻集團有什麼厲害嗎? 螞蟻集團屬於阿里巴巴旗下的 一間金融科技公司 經營內地最大的移動支付平台 支付寶 集團的生意也涵蓋理財 貸款等業務 這隻世紀新股上場 一群資深投資者又有什麼投資策略呢? 我想問一下你營購了這個螞蟻集團 有多少股份呢? 四萬股 自己覺得它是否很有升值的潛量 自己的目標是升值到多少? 第一天是10%至20%左右 一半長一半短 為甚麼這麼有策略呢? 因為現在通常上市那天的價格 比暗股更低 我申請了一萬股 一人一手你不抽就笨了 如果是就算認購之後 抽到我送一手兩手三手都沒什麼肉質 所以我不如等到上市之後 再看看它的酒勢如何 這隻新股被人說是平民入場的 佳恩一手50股, 售價只是四千零四十元 有證券行在新股的熱潮下 來開匯的人數馬上升 開匯量比平日增加了至乎30% 亦說分行可能以較為熱烈的觀塘 或者旺角分行為例 其實昨天有人等排隊等開門 我們真是很久沒見過這個情況 今天是第二天 我們暫時來看 我們都超過就只要找到三百三十億左右 就是孖增金額 亦說已經創出了兩天以來 我們這麼久以來都沒試過 這麼豐盛的孖增額 因為它降低了門檻 因為每個人以為是五百股一手 早上四萬多元入場 現在五十股一手 四千多元入場 變了很多是以全家總動員的方式 希望就當成為抽獎了 至於你說是用孖增營購 當然我永遠都跟投資一樣說 量力而為 即是這件事 不僅是孖增營購 就一定是成本 疫情下 投資也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的保障 不過經濟不好 其實找工也不是那麼容易 勞工處的今天和明天 兩天就會舉行一個大型招聘活動 預計會有大概二千五百份的職位空缺 而且甚麼工種最多 原來是保安 還說今年多了年輕人來認證 雖然不少人 他的學歷和招聘的職業 都不是那麼對等 不過如果條件對的話 都一樣會聘用 請人說條件 做善事當然是無條件 阿姐昨天一身中國風 非常雍容華貴 因為阿姐要穿越一條時光隧道 橫跨一百五十年金牆 而且還很有鮮身 這條時光隧道就是東華三縣 其實一百五十年 對於一個機構來說是很長的 連續沒有斷過 你說多難得 建議勇為 善與人同 一排排的巨型牌匾 極具歷史價值 牌匾就是大學時兼總督 李鴻章 聯同三位官員 1884年送給東華三縣 就是戰意勇為 提起東華 又怎麼少得歡樂滿東華 這個老牌電視節目 由79年開始做到現在 節目見證香港人的善心 亦剃造不少經典環節 全部是靠節 本來他們希望我插花 我想想如果用鮮花 或者塑膠花都是普通一點 銀子花 是阿姐在東華的代表座 每年阿姐的粉絲 都會以銀子摺出不同造型籌款 這次展覽就展出2014年 明傳之友摺出的銀子花 這麼多年都有做銀子花 現在已經為東華籌超過300萬 是 真的有點無虛 是不是每個人都出分力 你集你成求 這個明傳之友會 是明傳之友會 它用了10元、100元 摺了一些很漂亮的模型 這個是花瓶,插了兩朵花 好,我們看看這套戲服 因為你也知道 戲曲對於一個籌款節目來說 是很重要的 這套就是我做 《得寧與慈禧》 粵劇時的慈禧太后穿的官服 手工也很漂亮 你看那些鞋子,叫做單紫鞋 它那塊木的底下 不同我們現在的高張鞋 它個人… 因為我這個做得特別高 因為我覺得在舞台上 慈禧太后應該很強大 所以讓東西放大一點 所以鞋子也是高一點 當然穿的時候會辛苦一點 至於這兩套晚裝 同樣很具紀念價值 不過看一個尺寸這麼大 就知道來自另一個人 這兩套晚裝分別是 鞋子在2004和2005年 在歡樂滿東華 擔任詩儀的時候穿過的 很有紀念性 這次是因而特別捐出來的 每個展品都有不少紀念價值 不過其實同樣盛在香港人的善心 現在只要走入香港文化博物館 就可以親眼目睹了 還有一件事 其實也可以放在東華展覽上 就是東華打火鍋 因為我自己也做過幾年的東華主持 表演要做到凌晨2、3點 但大家還是繼續精力充沛 因為中段的時候 我們會在後台打火鍋 這也是東華的不成文的傳統 我最難忘的是卡拉之星 因為每一年很多藝員同事 包括我自己在內 都會唱著歌籌款 除了可以幫助別人之外 亦都可以唱著歌挺開心 回到東章西望 在重陽節那天 竟然有亡霸在天上拍到飛碟雲 是甚麼雲?我先看看 天文台說這塊叫甲狀雲 通常只出現在很多山的地方 在市區都拍到 真的非常難得 天有不測之風雲 人有薩時之禍福 而他經歷很多不幸之後 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 一雙巧手 將無數破舊爛鞋起死回生 最重要的是 每天拿著鞋子都開心 我做得辛苦一點也沒所謂 我喜歡人家拿著鞋子 覺得很漂亮 我自己也有滿足感 福嫂在觀塘御文坊 密密保鞋三十多年 可惜一個社區重建 將它由熱鬧大街 趕入黑暗後巷 這裡又髒,又漏水 最大問題是用馬車頭 一般連補鞋工具 補好的鞋 通通都不翼而非 你鞋子全部都沒有了 最主要是跌腳,就買不回來 自從報道播出之後 福嫂的經歷引起很大迴響 無論是昔日跟他一起擺街檔的 檔口檔主 還是素未謀面的街坊 都紛紛送上關懷慰問 我們這裡幾十年了 在這條街上 大家就算沒聊天都知道 老闆見面 我四十年,他三十多年 他沒有當開過,我也不知道他怎樣 我又擔心他,擔心他老公 是 他老公儲蓮衣 一言能證 你什麼時候開葬? 現在我在搞,因為我的東西被人搬了 你什麼時候做生意? 你現在知道 因為我經常把鞋子等著你做 我聽到你出門,我很不開心 你的價錢又老實,質地又漂亮 做得很短,鞋子又好,很短 你要努力一點 謝謝你,謝謝你 記著,謝謝你 記著 福嫂,你覺得最感動的是什麼? 這麼多人不擔心 不是,你是應得的,你做得很好 街坊的關心 總算是對福嫂的一個安慰 不過有時候人刻起來 真的會走路打倒吞? 最近福嫂僅餘的物資 一個裝著工具的鐵箱 在後巷也同樣無故消失 那天跟我走過 原本是有一個鐵箱和鐵櫃 現在連鐵櫃也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清潔了 而且那次是有一個人的鐵腳給你的 對…這塊箱也沒有了 沒有了… 我一直鎖在鐵箱裡穩固 誰知道連鐵箱也沒有了 我擺出年民房幾十年了 沒有人揍我的東西 你拿一杯進來這裡 有,爹也拿了我的 糟了,什麼都沒有了 難道我真的要收拾不做嗎 福嫂,不見了 有沒有到處去問客人 有沒有見過你的東西 有,剛才有,我不會問 老闆,你見到那些東西 什麼時候不見了,知道嗎? 不見了 福嫂,你見到那些東西 什麼時候搬,知道嗎? 不見了 生財工具,客人交來的鞋子通通遺失 沒有錢償還,亦無法開檔 福嫂只得一個人無力去面對 最近街坊或朋友見到你都說你瘦了 對,每個人都這樣說 之前每個人都叫我肥婆 現在可能瘦了一點 這陣子都不好,一來又擔心藥 那樣,吃就不好,睡就不好 可能是這樣的原因就瘦了 身體根本上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腰骨,可能坐得多於我以前 因為這些是職業病 走得差不多,腰骨就很痛 有多少內容不行 要不要找地方蹲,坐坐 馬死始終要落地走 雖然後巷環境不理想 但是既然事實改變不了 總不能坐以待斃 福嫂決定重新開檔 這一天,她就去到深水埗添置工具 為重新開檔,做好準備 打火箱那些… 全都翻貨了 全都翻貨 給我看看紅素 那些針釘有否剩下另一種 只剩下一和三 我要等遲下翻貨了,暫時還沒有 開過吧,打火箱沒有 全部都沒有了,不會買過新的 福嫂,買不買齊的東西 大致上都差不多了 這裡都七八八了 是擔心那隻鐵腳 是那隻鐵腳就沒找到 全部工具和材料都要重新買過 以福嫂目前的財政狀況來說 實在是獨力難知 多了很多,現在是二千多元 放心吧,福嫂 我都知道你的遭遇 其實這裡齊頭二千元就可以了 這裡給你一個折頭 謝謝你… 上次你們播了之後 那個迴響很大 現在我們活在觀塘這個地區組織 用我們的組織名義 眾籌了些錢幫福嫂買材料 還有還補鞋錢和補鞋費給街坊 甚至有些熟客留言說 已經不想再追回補鞋費和鞋 當是捐給福嫂支持他可以復業 福嫂的故事得到不少有心人幫助 最令人感到興奮的是 擺檔的位置出現曙光,可以改變 早前福嫂和區議員 食環處市建局開會 會議上還以有關的報導 當中包括我們的節目作為爭取的理據 喜極泰來,終於有新轉機了 福嫂得到市建局借出愚民坊 向觀塘道一個空置鋪位 作為臨時檔口 擺檔位置和環境 都跟後巷有很大分別 這一天福嫂到新檔口視察 喜出望外 這裡就是我新來的檔口 不錯,我第一眼看到它很開心 有啞擠頭,有窄拉,有電 晚上也不怕,不夠光 旁邊也是保安的工位 是 去幫我看 是否這個人樓也可以有生意 是…大家大行 那裡兩行就沒那麼好 是 但這裡很開心 長期做真是一樓 是,我看你很少這麼多笑容 問了你這麼多次 有很多笑容 對,很開心 真的是很開心 只要是一樓也有 找到一個有啞擠頭的舖位之外 還有一個特別訂造的鞋櫃 福嫂,做夢都沒想過 我們想著跟你做一個商量的部分 下面的部分就放一些工具 都幫你… 多加一條鐵 對,多加一條鐵在這裡 加一把鎖在這裡 希望做防度 膠水… 膠水… 鉗… 鉗… 螺絲梯等… 鉗… 這裡的皮… 那櫃那裡就有鎖 對… 有鎖的 我想福祖很關心 這個櫃可以去到何時 如果根據我們拆樓的計劃 和時間表 我們大約去到明年的四月左右 因為這裡是舊的 我們跟它翻身 它擺得太久了 因為之前很厲害的瘦 我們拿了機器 跟它看了一片大的瘦跡 現在就拋光,剩下滑一點 福祖的保鞋法寶鐵腳為失 竟然再次遇到有生人捐贈 有一位吳女士有一天 在中環的鞋檔拿鞋 碰巧市建局正為福祖 四圍撲鐵腳 吳女士之前看了我們的節目 決定將鐵腳送給福祖 最長的…到這裡… 那種長虎… 我要套上去… 對…到新人骨… 對…到這裡… 墊高一點 然後就釘一塊鐵板 走來幫你承負 其實很多檔都沒有了 其實現在他們要找 他們都不知道在哪裡可以找得到 對… 而且他們自己只有一套 他們會不會有些階段 其實很多都沒有 所以其實都不知道在哪裡找到 一個例子 叫年輕人學一下福祖的自力更新 這樣的年紀都不放棄 對… 生意興隆 謝謝 對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福祖 謝謝… 沒錯,身體健康最重要 對… 長做長有 好 經過重重難關 斗嶺爭勝手,重回御民坊 招牌看起來很簡單,但意義重大 福祖終於獲得一個 有自己名字的專屬檔位 很好,這裡有風扇,街邊沒有 街邊又要吹小風扇 店鋪重開,福祖這一天 就像她的名字一樣 終於感受到她很有福氣 街坊的慰問,月芯人士的幫助 還有客人的繼續支持 福祖一開箱就有生意了嗎 對,今早我在外出等人 有個客人看到我 她說拿著鞋子問我很久了 很有心,拿著幾天了 她也不給別的寶 是要找我 有熟客知道消息也慕名而來 不是你幫我做的很快 有一句,因為很快會洩 是… 我走不到,因為星期已經是這樣 這裡始終都是臨時檔 其實你接下來會怎樣跟進 其實在觀塘市中心 將來會有一個新的小番市集 我們嘗試找一些方法 看看可否安置一些觀塘區的工匠 好像福祖一樣 就可以在一個臨時的… 即是未來一個永久的市集裡 可以安置他們 街道消失幾乎是舊區重建的定律 不過原來只要有心 在新發展的空間 仍然可以找到一處那區容身 即是知道我的工匠 他們會找回我 當然開心 即是有這麼多人支持我 有一點我都會做下去 希望有些客人 多些客人來光顧我 有這麼多人關心和支持 相信福祖一定感受到很多溫暖 而我覺得有些秋意 因為今天外面挺大風 對, 我也覺得今年有個很舒服的秋天 有人覺得是因為飛機飛少了 工業停產, 碳排放少了 所以空氣都涼爽了 大家好好享受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明天再見, 再見 再見 再見